看到一只小壁虎呢 竟然让宜兰的这位林先生的家里面 差一点就灰烧厨 有啊 人家刚在二楼啊 听到楼下拨拨拨的声音啊 下来 看电视发热了 那也在空母 电视没开机 却自己起火燃烧 整台电视烧着金光 差一点就把家给烧了 林大哥屁屁撞 说差点腿软逃不出来 快点 你有来啊 你来啊 它一直在烂 它一直在烂 回想当时还是心有余悸 到现在连拿着电视遥控器 手还是会发抖 林大哥说这台电视 是29寸的印象馆电视机 已经看了好几年 没想到二月底突然爆炸起火 把客厅熏得焦黑 害他花了一个礼拜清理 跟重新粉刷 他向厂商询问了解 发现很可能是因为壁虎害的 而且是从电视后方散热口 跑进去 他说以前有那个案例 说就是壁虎造语了 你来到我家那么久 看到就只有壁虎 跟那么多壁虎 我怎么可能会相信 壁虎有可能让电视机起火吗 不有可能 因为壁虎看大小啦 有时候小热进去 当好在那个供应的地方 它也会产生火花 家电达人说 传统型电视 由于靠后方孔洞散热 不会密封 壁虎异物跑进去 的确会造成 线路短路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详细原因还要再查 虽然哥林已经倒闭 但仍有接手的厂商维修 厂商同意用折扣2000元 更换新电视给消费者 以示给客户一个招待